大家好欢迎收看react.js从肉门到实战 我们上一节课呢我们回顾了一些react.js的这个gsx组件state一些props 这么几类的这个知识点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着上一节课来继续来这个说一下剩下的几节内容 包括这个react.js组件API组件生命周期 react.js表带和试价以及这个reps包括这个组件的这个顺积数到tml到tml动物数现实数的这种重绘的过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react.js组件API 组件API这节课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全局的API和这个组件的API这两部分内容 在全局API呢我们提到了这个react.js component这种类 然后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在react.create.class的时候创建的是一个react.component 第七节 它其实继承的是这个react.component 创建的是react.component 那么除了这个create.class之外呢也可以通过这个extend这种用法 但是说这种用法呢不太提倡 主要有那么基点 比如说这个使用上它有一些不一样 你在传递这个state和props的时候通过这个constructor这种方式来传递的 毕竟它的这个state和props是直接传递的 这个props呢是只要需要通过外部来传递 proptypes也是 那么这个呢是es6出来之后为了对es6做了一个扩展 出现的这么一个出现的这么一种用法 我们还是比较提倡这个使用之前的这种create.class这种方式来直接覆盖 然后提到了这个create.element create.element呢是这个之前把gsx转化成这个原生的gs之后 转化成这个res.js之后那个这么一种用法 而是之前是之前是这个自定义组件的时候 直接通过这种写组件名称的方式 直接写组件名称的方式 那么create.element呢是相当于原生的打回去了 直接创建一个hello标签 然后hello标签之后呢 这会再来定义一个是相当于打回成原生的 那么这种呢其实在使用上这个除了有一定不便利性之外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优点 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 然后是这个create.factory create.factory呢 create.factory主要是这个创建 创建一个创建component的方法 请注意它反馈的是一个factory 是一个工厂方法 而不是一个component的实例 然后是这个react.dom.render render呢主要是这个用来 将你渲染的这个react数 和这个tml数现实的数挂在了一块 干这么一回事了 任何理方法里常用的都是这个dom.render 把你创建的这个组件和现实的tml的组件挂在一起 就是干这么一个事 然后是这个isvalid element 这个主要就是用来检查 它是否是一个有效的react.component 这么一个玩意儿 然后react.prop types呢 在讲props的时候也说过 这个其实是提供一系列枚举类型 用来判定你的这个props 是否是指定的这个数据类型 主要是一个枚举的作用 然后这个react.children呢 和这个props.children也是 props.children呢 因为这个props.children 它有可能防御空 但它没有子元素的时候 它可能防御空 那么react.children呢 是一个圈局的方法 使用的时候 可以react.children.maps 然后里边传this.props.children 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这个 这个props.children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直接来保证这个 求证但没有的时候 它防御是一个空数短 而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no 这样我就不会报错 避免这个报错的这种方式 然后来说了一下这个 组件app里边 提到这个state和props setstate和setprops 主要都是用来这个设置 它的stateprops 然后那个 请注意setprops 主要是用来顶层的 这个是不能 如果说某一个节点 它有 它有拥有着 它有这个负节点 这时候你去设置 它的props是这个会报错的 这就提示你这个不能修改 那么只有最顶层的那个才可以 另外这个replacestate和这个setstate的区别呢 就是说 我replace的一个传的参数 如果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边只有 比如说这个里边 initialstate里边包括两个属性 而我这replace的时候只有一个 那么剩下的这个属性就会被删掉 请注意这是set和replace的区别 那么那个props呢也一样 就是说我如果传的这个参数里边 只有某一个对象 没有另一个 只有一个属性 没有另一个属性 那么另一个属性就会被删掉 然后这个forceupdate呢 是说是否需要这个强制更新 是否需要强制更新 因为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有些这个每一个组件 它有它都相当于一个状态机的概念 你任何用户 你哪怕说有IJX请求返回的呀 或者是这个 根据时间来做了一些变化呀 等等之外的 只要你认为你这个组件需要更新的 你就可以显示的调用这个forceupdate 来更新到现在组件状态 那么至于之后它是否会这个 是否会更新成功呢 就是相当于forceupdate它就不会去判定 因为我们之前在待会讲到组件 是明周期回顾的时候 有这个should component的update 之前讲过这块是来判定这个 是否需要更新 那么forceupdate就强制更新 它就不会走这块了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getdom node呢 这个也是一个和这个easemounted 这是两个价格废弃的方法 这个是主要是用来拿到真实的dom节点 而这个easemounted是判定这个节点 是否已经挂载到页面页面当中 现在这个getdom node呢 它替换成了reactdom.finddom node getdom 替换成了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它的参数呢 请注意它传递的 要么是一个这个需要 要么是一个这个react component 一个类 要么是一个这个dom数 要么是一个这个dom节点 那么节点 像这个里边 它直接就是通过this.refs 把这个节点传进去 然后来拿到它的正式节点 这块需要注意一下 再一个是这个 一次mounted就挂掉了 那么主要是讲了这么这么几个API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API没有提到 那么这块呢 主要是这个API这种东西吧 因为也不可能说这个每一个人把所有API都记得全特别清楚特别溜 主要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API 比较这个用的比较多的熟悉做到熟悉能直接写就OK了 剩下的一些这个不太常用的 可能这个用处不多的可以每次使用的时候再去查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没关系的 因为不管是react.js包括node.js 你阅读的时候阅读到有这么一个东西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讲完这个组件API的时候呢 我们讲了一下这个组件的生命周期 组件生命周期这块呢 主要分成了这个三部分来讲 一个是挂载 一个是更新 一个是卸载 挂载呢 就是 就是他理解的那样 component will mount component did mount 在组件挂载之前 在组件挂载之后 这么这么这么一个玩意儿 那么你有一些这个操作 你比如说这个对 DOM的真实操作呀 以及这个甚至发Athrax请求啊 什么的都可以放到这个 component did mount之后 就是说我确保了这个元素 已经挂载到了一面当中 挂载到一面当中了 之后再去来做这些操作 因为那个像Athrax请求 和一面挂载这种事 都是属于这种异步操作的 你不能保证说 他不一定反护回来之后 这个一面已经 把这元素挂载上去了 当然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这只是一个 比较常用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你在元素挂载 挂载之后 再去发送请求 然后是这个更新 更新这块操作呢 我们要说一下 这块 因为你是把每一个组件 当作状态机来对待的 所以你的任何更新是 包括这种state 或者profs的更新 如果说像那种HTML的更新 比方说这个checkbox的状态的更改 或者是radio button的更改 或者是select的更改 或者是这个 就这么几个吧 如果说是这种 这种HTML元素本身状态的更改 它是不会引起组件的更新的 这块是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回个头来说更新 更新的时候呢 它有这么几个方法 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说的component update component will update 和component did update 分别是这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就是说我在组件 在接收到新的 props的时候 调用 一般来说 比如说是有拥有着 给它传递过来一个 props 就是这个参数 next props 然后是这个说的component update 这个方法是react.js 报了个用户 让它来判断 我是否需要更新 请注意 这个里边也有传next props 和next date 这个都是计算完之后的 你比如说这个 receive props的时候呢 component receive props for some update 你比如说这个 有next props成了之后 你可能需要对 当前组于的状态 做一些更改 做一些更改 那么在这时候呢 更改完之后 在那个component 说的update 在这一块 它就是更改完之后 传进去的新的 props 和新的state 请注意 请注意 这两个属性 你在传进去之后 是不能再做更改了的 包括那个 component will update 和component这个 d的update 这两个属性 其实都是止读的 那么这个 说的component update 就是说 它暴露个 用回一个接口 说是否需要更改 是否需要 那个更新 当前组件 那么如果说 你判定说 我只是有一些 内部数据的流动 并没有牵扯到 组件本身样式的修改 那么这时候 你可以认识 一个false 那么这时候 你可以认识 一个false 说明说 我不需要任何更改 这都是ok的 相当于留个用户 完全一个自由操作空间 component will update 就是在更新之前的 第一的update 就是更新之后的 请注意 我再说一遍 这几个元素 是你在传入之后 是不可以再做更改的 那么component will amount 就是说这个卸载 它留了一个接口 留给你在卸载之前 比如说停止计时器 释放点资源 停止 如果说 安家课请求 没有返回的话 把这个请求 给终止掉 等等 这些操作 都可以放到 这个元素的卸载之前 那么卸载这个操作呢 请注意 它没有填标当中 提供的这种remove方法 而是直接你把那个 比方说有副组件 它在训练子组件的时候 把子组件对应的 这个元素支撑 改成一个空的字符串 改成一个空的就ok了 它就自动卸载了 不用说你再把子组件 调用remove方法 什么这种操作 然后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阿加克斯 阿加克斯这块呢 一开始头提了一下 node.js 希望大家就是说 已经对js 已经有一些 这个实战经验 实践经验之后 能够学一些 这个node.js的知识 学一些后端的 因为都是同一种语法 学起来也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能够自如 至少能够这个自主的 搭建一个小小的服务器 一个小的读取数据 返回数据读写数据的 这么一个服务器 然后也提到了 这个gequire的阿加克斯 gequire呢 因为是这个 和react.js 是两个相对 比较独立的东西 这块虽然都可以使用 但是react.js 已经 react.js 已经有一些 比较优异的 和Dome结构 绑定的一些操作 一些数据更新操作 那么gequire呢 就可以这个说 至少不要两个混用 不要说两个gequire 我有改变Dome操作 更改 Dome操作 然后react.js也更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排除到这个 缺点之外 gequire的有一些 这个 逻辑操作 数据操作 都还是比较好的 在这方面 还是提倡大家说 这个已经复生好的 一些逻辑操作 包括阿加克斯 包括这种 对象的处理 Defere 甚至包括这种 promise的用法 Defere的用法 都可以这个实践一下 这个都是OK的 然后这个component DedMount就是刚刚说的 可以在页面挂载之后 去调用阿斯请求 去返回这个 具体的这个请求数据 然后来更新 表单和视线这块呢 我们提到了几个主要的表单 是表单元素 包括input checkbox radio select 和tax area 然后又提到了两个 比较重要的概念 收线组件和非收线组件 它两个这样概念 出现的原因是 react.js 为了保证这个表现形式 和你它的 和你这个组件的属性值 value保持一致 采取的这么一种策略 因为我们知道 atma当中 你设置value 只是设置的一个默认值 你仍然可以改变 但是你去取它的这个属性 value值的时候 仍然是原始的值 不是反映了 最新的值 所以就设定了 value值 必须和当前元素保持一致 这就是收线组件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提到了 select 你在使用的时候 select可以有 multiple等于true 或者false 这两种区分 它等于true的时候 就表示说 它可以多选 定出的时候 比方说可以多选 多选的时候 你传到default value 或者是value等等 必须是一个数组 请注意一定要是一个数组 然后你在n 轻览的时候 请注意 按下个轻览的时候 它只会传递你更改的属性值 你如果说想要获取到 比方说我点击了a 它只会value 只会等于a 而不是说我多选了a和b 它不会 它不会返回a和b 那么如果这时候 你想要获取到 它值钱 那它只能 可以通过这种便利 target their options 这种操作 相当于把每个option 便利一遍 看一下它是否处于 这个select的状态 如果是select的状态 可以取到它的value值 这是一种比较hack的做法 不过反正够用了 因为目前它也没有提供 一个够好的方法 那么如果multiple等于false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select的组件 可以选择一个 可以单选一个元素 然后反过去这也是 正常的值 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剩下的这个textarea 这个也是 它是相对于把这个value值 直接放到这个当中 而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用了两个标签 textarea和斜杠textarea 来标识这种方式 然后这个 before的value也一样 style这块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之前提到的 它style传进去的是一个对象 另外就是说像这种falseize 中华线的一定要记得改成这种 驮峰命名的这种方式 要不然的话会不识别的 然后这个世界系统呢 我们提到说它采用的是一个这个 synthetic 自己synthetic even的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系统 那么这个世界系统和这个原生的世界系统相比呢 一个是这个在 嗯相同组件已经拥有了拥有的世界上做了一个这个 做了一个这个优化 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这个浏览器 不用在这浏览器的区分 然后来这个 表示安庆你做了一个优化 不用说每次的blur之后才拿到状态 它可以每次更改的改变 再一个是这个捕获世界的时候 我们之前是通过传这个EleventListener传出货的Force 后边作为第三个参数来传递 现在的话就可以直接通过 比方说onclick和onclickcapture 在世界后边增加一个capture字段 和字符串 然后来表明这个是是否需要在捕获阶段来这个来更新的 捕获阶段来捕获这个世界 所以做了一个更新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 提倡大家使用RGS提供的这套世界系统 然后我们也提到这个RedJS的这个Refs 然后说节点更新 你每一次在这个设定State之后 设定State的时候都会把这个 呃节点相当于标志成脏状态 然后每一次RedJS循环 循环周期性的循环之后 它检查说有某个节点处于脏状态 然后就会去更新这个节点 那么去更新之后呢 它当然会先更新它的这个虚拟道幕术 虚拟道幕术 更新完之后 然后去和这个现实道幕术做比较 做比较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从三个步骤来更新 第一个是判定节点类型 如果说当前的节点类型和这个虚拟道幕术 节点类型不一致 那么就会直接把这个节点 节点数给砍掉 因为知道反正已经不一致了 就那些属性啊 子元素啊 就不用再次判定了 就直接更新 那么如果说这个节点类型都一致的话呢 它就会去判定这个属性值 判定属性属性值更改完之后呢 就会去这个循环的再去便利子节点 这个呢 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了一下 首先是一个普通DIV里边 签到了一个四个标签 改成了P标签 然后内容也做了一个更改 再一个是通过这个意外标签里边 两个元素的这种替换 我们又做了一个又做了一个解释 然后这块注意这个如果标志成这个case的时候 就表示说我这个组件状态是需要保留的 你不要你不要说认为这个离标签和这个离标签是一样的 就把我这个离标签的元素给更改掉 那么通过这个增加case呢 就可以直接这个通过增加case 就可以直接来设定这个元素 是否需要这个显示做替换 然后又说了一下这个refs refs呢主要是有两种 要么你可以给它传递一个stream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通过thisrefs的stream 拿到这个当前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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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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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 那么另一种呢 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传递一个方法 传递方法 这个方法的参数呢 就是当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个元素 然后因为有些这个像这种focus啊 什么什么或者blur啊 什么之类的操作 它还是需要调用原生的这个填码元素的 所以这时候给它留了一个接口 另外要注意就是这个函数 是当这个组件挂在了一面当中之后 这个函数是立即执行的 所以这时候是相当于说 页面一更新之后 如果这么写的话 页面一更新之后 里面就能获取 里面就能获取焦点 就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们之前讲的知识呢 回过到这基本上就回过完了 请注意这不是 这不是这个全部 这不是全部 因为这个还有其实还有一部分 你要想到更深入的学习的解释的话 还有这个水 要学习一下这个Redux或者Flux这种这种数据流的操作 那么这个呢是希望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再继续深入学习啊 因为这个Redux其实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这个有关一些实践经验啊 出现的bug呀 踩的坑啊 Redux用法呀等等之类的 网上都有很多学习的资料 嗯 都是学习的同学嘛 请别就不要懒惰了 多勤奋一点 多查一些书 而且是搞互联网的 你如果这种搜索能力都没有的话 还是 还是需要多培练一下 多多这个锻炼一下呢 嗯 那么要讲的内容呢 基本上就这些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拿一个这个 例子来做一个具体的实战演练 然后会结合之前讲的知识点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更进一步的这种讲解 然后让大家能够至少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基本的流程了解 那么这节课就先到这儿